浓浓黑煙伴隨大火直衝天際 台座六清這一報燒掉了台化10億元營收 更是四年內第二度氣爆 營運21年的六清螺絲鬆了嗎 承諾願意賠償 六清副總陳文養出面道歉 更說其實已經砸下了146億元 換了1916公里的管線 只是這花似乎似傳相似 大家的關心 還有社會的不安 我們感到非常的抱歉 時間到回2010年 當時的副總裁王瑞華親上火線 因為一年內發生7次火警 王瑞華保證400億太久喚醒 但這次舒適的LPG液化石油器管線 卻不在裡面 查那個洩漏 就是用儀器去查 所以要邊個預算 要有人員經常性的去做 六清賺了3000億 在空污防治方面 竟然加總才30幾億 那顯然不足 管線換新卻有漏網之餘 當地環團就指出 臨海管線一生鏽 且多次發生公安意外 仍沒有避難室和疏山系統 中長期來看六清要有車廠計畫 政府則要擴大預算 加強管理 今年我們初步估計 英零大概從移動萬元到收到的空污會 會多3000多萬 我們在空污裡面對於它的洩漏等等 都會要求他們來做家園 其實近年來台塑多次大方開放 讓媒體進入六清廠區拍攝 展現環保決心 只是公安有周期性 無論六清自我要求或政府管理 都得更積極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